不好意思 還是很感謝第一個 感謝我們今天 就是以會的講者 支持我們公務局這邊 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比較針對病比較細的 一些執行上的東西 那同時也很感謝 現在目前在座的各位 就是撐到今天 研討會的最後 那在這邊我是不是 就請教一下大家就是 如果你們有一些問題的 就是針對 不管是我早上所講的部分 還是說剛剛 我們所有的講者所提到的 你們有些疑問的 其實可以 用這十分鐘的時間 提出來 還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跟解惑 在座大家有沒有 想要請教的有沒有 都沒有 那就聽起來是 我本來以為是 講者講得都很清楚 很不需要再有問題 對不起啊 我是土木工程師 講得很精彩 只是再下一個前線 譬如說道路的話 你用RI 那橋樑就是DI 那鐵軌是不是 用RI 是不是就混在了起來 所以在下監獄是還是病 因為病是一個國際通用的 那道路的話 道路病 橋樑就橋樑病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名詞是不會搞混的 是不是 這個我來回答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個就像 早上不管是謝主任 或者是我在說明的時候提到的 其實 BIM 存在的是一個 這個 使用這個工具的精神 就是說 包含我們現在 養工處在推的這個RI 雖然名字把它改成RI 很重要的一個點 是因為用RI 可能跟道路主可能比較好申請補助款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是 它還是存在著BIM的精神 那只是說 這樣子的做法 回到道路的養護本身 那就可以反映在 這一個專案比較特定 使用在特定的一些工箱上的一些 一些做法 那當然最終還是 就像剛剛這位前隊講的 最終它還是回到整個 BIM的精神 只是在這過程中 執行的過程中 針對不同的標的 提出一個不一樣的名稱 那最終還是那個BIM的精神 那這只是現在目前 我們其實也是這麼推動的一個過程 最終還是會 終歸到 BIM這一個工具本身 所以這個應該只是執行的過程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那也感謝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最終應該還是會回到同一個方向來去走 然後取的是這個技術的精神 還有嗎 是 組長應該是要到前面來 怎麼 我來軟場一下 那個 那個 呼應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祭司 還有我們那個 準備的意見 短期裡面我也贊成 沒關係 那個名詞多樣化 終究它是BIM的一個家族 其實每一個報告案 或每一個成果裡面 它不是BIM這三個字 它只是個通針而已 下面用的工具也好 設施軟體還不少 那經過它這樣的資料去克制 或是怎樣 通案就是可以產生很多的資料 然後可以分享 物質 往下傳遞使用 視覺化 這大概是BIM它的一個 給我們的一個期待 那像那個 新北市那個 其實 如果打成我們 我們期望說 不要只今年半 去年半 我們希望明年也再有一些成果 跟我們分享 雖然那個工作當然很辛苦 看每一個人還要處理點心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這個我想 至少這個在年度活動裡面 就想一個平台 我看那個林老師 每次任何有 平台有任何有講習 他是帶著他的家族 來這邊學習 這也好一個平台學習 可以持續辦理 那第二個我就是 有一個想法 應該已經在做了 但是像我們今天所 其實有很多的報告 和研究 是站在一個應用面 在做研究 它是一個業務 所以我們置了很多的指南 索冊 規範 等等資訊 那我們就把它開放去 X掉 那可能在 不管是建築管理 或是工程的 施工規範 企業等等 都有 可是我們就是 單向理不通 我們也沒辦法去 登記說 誰有領用 或是下載去用 如果這邊有在 發明那個 各縣市去用 那用 有什麼意見 不管是公開 是下也給我們回饋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的東西 可能有一些 不構成所還可以去調整 再去蒐集 國際資訊 或是學術上的支持 論點等等 這個應該也給我們一些 回饋也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這樣 不管是在那個 編碼 在コピー 在那個系 等等 我們大概都有做 可是都是單向的 那將來當然 持續 也許一些平台 是把那個 案例出來 我現在在想說 那個可不可以利用 大數據的 洗 驚喜的概念 洗出共有資訊來 給大家使用 這個 這是櫃台要做 那簡單解說 我們比較少有 那個實際 施工 或是施作案例 那我們知道 案例十九 但是也希望 不管正面負面 也都回饋給我們 那我們將來 在相關國際上 可以出去 去調停改善 未來的那個 研究好賽 謝謝 這個 組長其實很客氣 第一個 就是 針對這個研討會 就是 我相信 然後 工程科的同仁 應該都 非常熱議 可以持續辦理 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 其實這樣子 是提供一個 交流的平台 同時 把我們做的成果 分享給大家 那在這個同時 也可以去吸取別人 一些 在這過程中 大家互相 會互相分享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平台 那當然 剛剛組長所提的 這個部分 老實說 既然 我們跟 建築中心 其實大家有這樣的 共識 其實大家可以 來去 再去討論 後續怎麼去 來走 因為我們有案例 有失誤 其實 建研所這邊 其實可以給我們 很多學術上的 後盾 其實 組長也實在 客氣 因為 這幾年建研所 給我們的 做的一些研究報告 其實也讓我們 受益很多 所以整個發展 其實都一直在朝向 正向 來走 那也希望 後續我們新北市政府 在 努力推動的同時 也可以獲得 中央的支持 謝謝 好 還有嗎 好 如果 是 首先我謝謝 今天那個 新北市政府 辦這一場 研討會 讓我們那個 會議量多 可是 我想請 救教一下 可不可以再簡單 都要說明一下 那個 今天的那個主題 病4.0 我們一直都聽到病 可是 病4.0 可不可以再 說明一下 他這個到底是 什麼 什麼樣的意思 謝謝 好 這個 語文 有需要你來說明嗎 還是我來幫你說明 好 算了 不要為難你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工業化 4.0 其實這個趨勢 在世界上 對於整個工業的發展 它已經把整個包含 物聯 包含 就是這個自動化的過程 其實它有一個 那個 精神在 那我們這個病4.0 其實要突破的就是 原先 最早 像早上我提到的 最早的時候 其實病的這個工具 還是集中在 對於整個工程 執行面 或者是營造階段的一些應用 可是我們是希望 把 就是早上 謝主任講的 BIM那個M把它改成 不是modeling 是management 就是對於政府的治理來說 它應該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資訊的共享 跟模型的建制 讓整個建築 模型 或者是資訊的 分享的這件事情 可以擴大成 一個城市治理的可能性 所以它要結合的 其實包含了GIS的圖台 包含我們建築物資訊本身的收集 包含我們建管資訊系統 裡面資訊的收集 甚至是我們道路系統 上面的一些資訊的收集 讓未來這些資訊的共享 跟收集的過程 可以變成我們城市 是治理一個很重要的連結 所以我們是希望取這樣的精神 讓整個我們BIM 就是整個城市建設的發展 跟城市安全治理的這兩件事情 可以跟上整個工業化4.0的腳步 一起去走 所以這個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提出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好 還有嗎 好 還有嗎 連個麥克風可以一起先給他們 喂 感謝今天這個 學者專家 今天精采的頂獎 我是建築師 但是我看現場好像 建築師還聽得非常的少 那我在想說 該我也比較聽懂 BIN 4.0的這個用意在哪裡 但是呢 現在目前大部分是工部門 不管是房載 不管是道路系統 水電管線 那因為工部門它本身有很大的資源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用 譬如說 不管是RECAT 或是BIN的 就是Revit的軟體 然後有很多能力的資源 來做這些維護 但是呢 各棟建築物的這邊的這個區塊 事實上新北市 在BIN的Revit的推廣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 一般書所要進入這個門檻 非常的困難 等於說 你到各棟建築物 如果沒有適當的 比如說建築師 或者是結構機師 或者是基電機師 如果能導入那個建築物的 BIN的這個系統的話 那整個BIN 4.0 好像就是 其實大部分都缺了這一塊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現在Revit的 好像2017版的時候 它就變成不是賣斷了 它變成用租的 好像一年是租約 好像一年是租約 六萬多塊吧 然後之前 之前好像一次的版本 好像是二十幾萬 那我要去說 政府在推動 像新加坡 它不是用政府的力量 去推動這個BIN的 可是因為我們新北市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工部門很努力耶 可是問題是 現在事務所啊 要從這個AutoCave的部分 要跳到那個BIN 實在是非常困難 跟三十年前 要從首會的 要跳到AutoCave 那簡潔是 我覺得是比登天還要難 那這部分我不曉得是說 工部門有沒有辦法 對這個部分 能夠以 不要以政府的力量還是怎麼樣 因為就我們做公共工程的部分 其實我們建築是在BIN 也是一小部分而已 其實我們只是貪圖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文化平面圖的時候 B面折動產生 後面折動產生 然後3D折動產生 但是可是它其他BIN 很多資訊的那個部分 其實對我們最主持人來講 其實我們根本還沒有用到 那麼大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的結構計師幾乎不用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UTAP已經夠用了 那基電的部分呢 幾乎就更少用了 那目前我所知道的 這個移造廠的這個 這個恐怖案的BIN 就是事後BIN 它是因為合約的要求 然後是 做了一個BIN的那個 的那個資料 但是其實它跟實際的其實 也沒有連接起來 等於說如果要連接到 後面的BIN的視頻 你的應用 事實上它還是 中間的環節 還是差距很大 所以我是 我是希望是說 其實我們事務所也希望說 能夠提升到這個 能夠到BIN的階段 但是是不是 也不用怕 公部門能夠提供 我們這些 因為台灣的事務所 畢竟都很小 不管是建築師的 結構機師的 其實都很小 那不曉得怎麼樣 去把它連接到這個 4.0的這個過程 好 謝謝各位 我看這個也是無敵 就我直接回答就好了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在兩年多以前 其實在推這件事情上面 遇到最大的瓶頸 就是最早的時候是單軌 單軌在走 就是我們新工處所有的公共工程 所有的公共建築工程 就是強制去做 就像剛才建築師您講的 就是因為我們有資源 然後我們也想做 所以就強制我們自己去做 也強制我們的廠商來做這件事情 那可是後來在兩年多以前 開始發現這件事情 應該要往事務所或者是民間的產業去推廣 所以就出現了雙軌 那雙軌裡面 第二軌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走的是自動化審查 那自動化審查這件事 也透過公共工程的案子去做測試 也發現這個其實是一個可行的路 可是要往私人的案子去推廣的時候 就出現了 第一個它初期的建置成本真的過高 第二個是自動化審查的過程 是不是能夠如它的預期 其實對建築有一些小的事務所來說 它覺得這是風險 所以它不敢去碰 所以後來我們走的是 把開放空間的案子 再重新去建置它的自動化審查的一套系統 去讓開放空間的案子 可以走自動化審查 可是還是遇到了一定的困難 因為如果能夠雙軌走 其實比較少建築師 願意在一開始就踏入 那我們現在知道有一些事務所 其實已經往這個領域來走 所以其實怎麼推廣這件事情 其實對政府來說它還是存在著兩個 一個是鼓勵一個是強制 強制這件事情很不容易做到 因為就像剛剛您講的 台灣其實很多事務所是屬於比較小規模的 要它一下子強制它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比較 對政府來說好像不太應該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不敢強制 而是去透過各種的方式 包含 教育訓練 包含提供 就是購置軟體以外的各種可能的成本花費 由政府來負擔 這件事情是我們這兩年大概一直在做的 可是唯獨就是軟體建制成本的這件事情 是政府一直還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協助到的 可是它的周邊的這些會衍生的訓練成本 其實這個由我們的政府來做這個是都可以 我們跟建築師工會也一直持續在針對這件事情 一直在推動 那我們也只是希望慢慢的讓 踏入這個領域的建築師量變多 因為我們把它的一些周邊的成本cover掉之後 他們願意去投資在 我現在不是針對特定的軟體 因為走并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單一軟體可以走到 還是有很多其他軟體可以移動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在初期投入之後 那你可能衍生的成本 我政府可以來去幫你做訓練 幫你做cover 幫你做其他的 鼓勵大家進來 那久了之後可能就開始慢慢 像我今天有提到 可能未來我們針對 我建築管理後端使用管理的需求 我去要求你必須去建置 竣工模型的時候 可能慢慢的我就會要求一定規模以上 要必須繳交 可能變成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來去鼓勵大家 引導大家往這個方向來走 那至於您剛剛所說的 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機制去鼓勵 一些建築師願意再投入 那我們可以再想想 除了訓練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協助方式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再跟公會這邊 再來研究 那也希望 如果你還 就是事務所你還在猶豫的 其實可以跟我們談談看 然後跟公會這邊大家一起來看 有什麼需要協助的 我們應該都會很合意來去協助 我們欽北市的建築師趴入這個領域 各位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我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在一般工程開始 設計的階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會先做一個地下 所有地下管線的調查 那因為現在既有地下管線調查的結果 可能會跟實際真的埋入在地下管線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常會去做一些地點的實話 去確認它的位置 那剛剛有講到有關IM的導入 那我是說在做導入養護的時候 現在好像說有把現況 新北市的地下管線都建立出來 那第一就是確保它資料的正確性 就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問題是應該是說 不管是所有的 既有的地下管線 跟現在大家所在講的 現有的現況通開 去把它提供三地立體的模式應用 那不像新北市政府 有沒有希望去 類似針對新北市去做 統一做這樣的動作 那可能未來在做設計的時候 可能就會像 我們平常可能會去 容易很特殊去買那個 那個 增設影像圖 然後拿回來做廠考運用 那你就不用各家廠商 我們只要應用的時候 他還要去重新做一次 重複的作業 會消耗 就浪費其過度的參觀 那如果大家都要有什麼 謝謝 那針對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建安在施工的過程中 到後續要做五大管線整個工作 我想當然你剛剛有提到說要施工的部分 這確實是有的 那我們會在尾調駿工之前 這建築建築之前我們做五大管線的 那這些管線的資料的正確性 原則上我們也有開放相關的屬性 但各位可以上網去查詢 這個我們好像是在新北的 iMac的樣子好像有類似的這樣的功能 那第二個部分說資料的正確性的部分 我想這是我們管理公共管線最大的痛苦 就是其實平常一講 公共管線這套部下面的地下狀況 基本上位置應該是 我們的圖資上應該是比較無問題 因為這一塊我們在2D在做的部分 已經有實測過孔蓋的這個相關的位置的部分 都有確定 只不過深度的問題確實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們才要建置這一個所謂的RM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透過透益聯達的方式 或者是重益聯達的方式 我們開口去真的下去去檢測 它的一個深度 但是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那我們現在目前要確保 這一個管線的正確性 我們現在唯一的辦法是 要求我們目前的五大管線 我們這個業者必須要進行 我們資料庫的補證補期計畫 那這個計畫也在銀建署要求是這樣 從105年到109年 都已經持續在進行狀況 當然這個資料的正確性 平安一講 它真的是還是要回歸到各管線檔案來 那我們做這個RM 只是希望說 我們在共管的周遭的部分 管線能夠再更精確 我們最主要是 目前是配合共管 然後再建單管線 所以只要在共管附近的部分 我們會重新來做實測 因為要如果全新北市 平安一講 費用值非常高 加上UAV的費用 其實我們也是 只能針對局部特定區域 來做處理 所以可能 只是我們特定區域 管線正確性的話 各位也可以上網到iMem去查一下 目前屬性是 什麼狀況 或者到我們 新北市外網課這邊 也可以來看一下它的一個 可以來查詢相關的一個 地下管線的一個分布狀況 以上做一個說明 各位大家好 我本身也是開業的建築師 我是新北市建築師工會的 年兩任的資訊委員 那關於剛才主席提到的 說要協助建築師的服務會 事實上很簡單 就是說 我剛才在學習之前 跟官在外面 跟陳組長 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建築師設計會的基本基數 是用工業造架 事實上工業造架 跟市場實際的花包價格 是差了三倍 那如果 當面的黨官 想幫助我們建築師的話 最快的方法就是 把那個 設計會的基本造架 改成市場實際的造架 這樣的話 設計會提到以後 我們這些所有的位置 一次解決 謝謝 先說 講實話 我們現在關在這邊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建築師 所以 老實講 如果真的 政府可以這樣來做 我私底下 我自己也不太反對 我講直接是這樣 可是 就教育費率的這件事情 其實政府要考量的層面 其實還是很大的 可能不是單純就 就建築師的 的圖物費率 或者是 其他覆蓋的一些成分 所以 不過你剛剛提的 其實這個也不是 之前我們沒有討論過 就包含我們公共工程 自己在推動的過程中 有增加並使用的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定的 費用的支付 所以 之前針對私人的案子 在推動的過程中 是不是可以 因為我們政府要求 要繳交並模的這件事 而去增加其他的費率 我覺得 這是一個議題 未來確實是 大家可以討論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強制 所以 我們大概 還不產生這個問題 拿出來討論 那倒是真的可以 就像剛剛您講 就是我們可以跟公會大家來談 如果說 到什麼時點 開始進到 政府覺得 我應該要強制 你去繳交並模的時候 也許它就會變成是 反應在費率 或者是反應在 造價成本上的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 建築師的 設計費率 應該還是照著我們的 其實不太OK的事 因為就像您剛才講的 是用法令工程造價 來去做 做核算 那這個部分 跟一般市場的 造價行情 其實還是有點差距 那是不是可以 透過這樣子的發展 來去討論 這個費率的訂定 或者是照這樣的調整 我覺得這是一個議題 大家可以 我覺得是 確實是可以 跟公會大家來討論 這件事情 如果往下走 政府要讓它 讓病的這件事情 可以推得更廣 更大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往這個方向來去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事情 好 還有嗎 感謝主辦單位 跟幾位主張者的發表 非常感謝 因為內容滿多元的 我想請教問題是說 因為今天的題目是有病 沒有智慧城 是Smart City 早上的 謝教授 謝主任 也有提到 Smart City 其實有包括 交通 人 經濟 環境 治理 政府的治理跟生活 那我們這裡看起來 主要是從病出發 所以可能大部分都在 可能都提到的是 Building 或者其他的infrastructure 我想請問說 那其他的 剛剛講的這些 另外的表面箱 就是可能 這應該是Smart Environment that 其他的 比如說 Mobility 交通的這一方面 是不是 市府這邊有沒有其他的計畫 或者方案 來建構這整個 新北的這個智慧城 謝謝 我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整個 就像早上謝主任講的 就是 整個智慧城市的發展 其實不是只有基礎建設這一塊 只是說我們今天用工具 所以我們談的是 我怎麼在基礎建設的同時 去用這樣病的這樣的一個工具 去達到 我希望推動的智慧城市的方向 那就整個市府而言 整個推動智慧城市 其實我們有一位副市長 是有專案在推動這件事情 那這個專案其實也應該每個月 會開一次會 因為我也是成員之一 都會開一次會 所以包含不是只有交通 其實包含治安 包含社福 包含衛生 其實所有都 我們每一個局處 其實都有屬於自己的 推動智慧城市的專案 在做推動 所以這個部分 倒是 我覺得 您的意見非常好 那我們整個市府 其實在很早就針對 因為我們葉副市長 其實是這一塊的 很重視的一個行家 所以他也就是當了副市長之後 就開始全面在推動這樣的一個事情 包含我早上所提到的 市府大樓這個個案 其實也是他催生出來的 一開始我們只是希望透過 既有建築建併模的方式 去找尋它的可能性 那他就去要求秘書處 去跟中央爭取經費 把這個市府大樓走出併的另外一條路 包含能源的控管 包含我們這邊的能源使用分析 跟電梯的使用 其實都另外有一個專案 是我們的秘書處 在去做這樣子的推動 所以確實包含交通 我們的交通局 也都在做這樣子的 智慧城市的一個推動 所以這個到 陸陸續續都會有一些 一些成果去發表 像秘書處的這個案子 我記得他們應該是10月底 就會去發表 這整個市府大樓 在這件事情推動的成果 所以到時候也歡迎 你可以來聽聽我們秘書處 在這個大樓的一個推動 一個成果跟成效 謝謝 好 還用嗎 謝謝那個市北市府 今天準備這麼豐盛的內容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請下 就是有關鬼道病的部分 我在想 自衛城市進到鬼道 我相信新北市現在也有在做捷運 那病的這一塊 在鬼道還有在捷運的這一塊 你們 你們 我想要了解你們 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怎樣 我們是桃園市政府的那個監局 因為今天捷運局沒有在場 那我新工處這邊 剛好有參與捷運局或者是 目前已經成立了軌道局那邊的討論 那其實軌道的屬性 依我們自己在分析 其實它是結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建築本體 Building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比較類 我這邊所分享的議題 就是土建的部分 那當然它的土建設施裡面 大量的機電移控系統 又是依附在土建裡面 那關鍵性的建模技術 大概就用兩個層次來討論 一個就是建築本體的部分 那這個在現有 不管是Revit或Tegla的部分 在量體的模擬或分工的討論上面 我想已經都非常成熟 原則上沒有大問題 那在土建的部分 因為它唯一的限制門檻就是 它的所涵蓋的範圍相對大 所以在土建的顯示圖台上面 會受限於建築本身 這個模擬圖台的功能 所以往往這個也是因為局裡面 我們現在在發展 它有一點點類似 必須要到所謂層次的Scale 大範圍的這個顯示 那大概就可以滿足這個需求了 那當然再加上管控上面 事實上它有一點點 類似一個小城市的概念 必須結合土建跟建築 所以以目前的技術面來看 我個人認為是已經成熟了 只是說在管理端這一邊 可能還是需要界定一下 到底在公務管理上面 要應用的程度 以及未來在營運管理上面 要使用的程度 那一旦能夠界定出來 以現在軟體的技術 看起來跟三年前比較起來 早前我們在三年前是找不到圖台 能夠顯示這麼大的範圍 那新北市我看捷運局 目前慢慢的包括淡海輕軌 三陰線輕軌的部分 那他們圖台有一部分轉到 像3D GIS裡面來做顯示 有一部分用所謂Dussel的City的模組 這個部分跟桃園市政府的 也有一點類似 大概都可以滿足需求 唯一就是未來可能捷運在管理面上面 跟建築物有一點類似 會轉移到所謂真正到 各移控跟集點系統的部分 那這一段的管理行為 可能是要依據 鐵道管理的那個行為模式 要去立定 那這一塊未來我想 營運管理的單位也好 廠商也好 應該就會慢慢的來貼合這一邊的需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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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家最近問我印象 那個 我不曉得鐵空巨還沒有人在 陣加冬部有這個鐵空巨 也做了一個售失也完成了 也許可以先 對是Ni College 對 應該是今天也完成了 可以先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討論捷運局對整個病的發展真的蠻有興趣的 你們局長大概也都很熟啊 可以叫他跟我們聯繫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安排可以有比較多的交流 這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很歡迎不同的機關可以大家來交流這件事情 謝謝 好還有嗎 如果沒有我沒想到 這個課長還跟我說我只要上來十分鐘 結果弄得比我早上的演講時間還長 OK不過可以跟大家交換的這樣子的想法跟意見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的大概四十分鐘 其實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是你們不同場觀學界大家concent的點 跟我們自己在埋著頭推動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沒有思考的很周全的事情 其實可以有一些資訊的交換 那也歡迎就是不管是我們在座的各機關 或者是我們還有一些是建築師工會這裡 如果大家隨時在推動這件事情 你們覺得就你們小事務所上來看好像有一些瓶頸或者是一些欠缺 需要政府或者是我們跟工會大家來溝通 看怎麼幫大家來解決或者提供資源的 也歡迎就是隨時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大家可以來討論這件事情怎麼樣協助各位 好那就趕快讓他在七點來五點以前結束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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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